現在我們要來開始講基礎安裝這一個章節 這一個章節的主要目的是把你的系統 你現在的系統是什麼 你現在系統是不是空的 空的硬碟嘛 你只有開機 你是不是只有開機實生碟 現在把它從空的裝到可以開機 從空的裝到可以開機 那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從空的裝到可以開機 你用的作業系統就跟Google一樣 是同樣等級的作業系統 而且我給你的CPU是不是也是伺服器等級的CPU 這個是很好的主機 你要好好珍惜使用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張的新制圖 等一下要做網路設定 硬碟分割 使用者帳號密碼設定 然後最後要做第一次的開機跟登錄 在講這個系統安裝之前 我們要先討論一下它的安全性 作業系統喔 它有一個特色叫補漏洞 或是說叫資安更新 你們在玩Windows的時候 是不是常會遇到什麼 遇到什麼資安問題 有沒有要做更新 Linus跟Windows不一樣喔 Linus更新就更新喔 那個Windows更新 搞不好更新完就出問題 網路上一大堆災情嘛 為什麼作業系統要做更新 柏格女王啊 柏格女王是一種半人半機械的 那個外星生物喔 百科是一個機器人喔 他跟百科講說 你是不完美的存在 由不完美的生物所創造出來的 找到你的弱點喔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百科是一個機器人啊 他想要他腦袋裡面的一組密碼 所以這個就解釋了為什麼喔 我們作業系統要做資安更新 要定期去做更新啦 因為人類這種東西是不完美的生物 我們是不完美的生物喔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東西也是不完美的 我請教各位一個問題喔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創造出完美的東西出來 我們講汽車好了 有沒有哪一家汽車工廠 做出完美的汽車了 還沒有喔 所以我們做出 那東西是不完美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把它修修補補 把它修到好 那在安裝之前 這個硬體的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這個表三之一是最低需求啦 我相信大家的電腦都比這邊好啦 我這邊給你的系統也比這邊好 所以這個大家看看就好了 那我們希望各位同學 如果在家裡安裝的話 你的CPU是i5或雷神5以上 64位元的CPU 核心越多越好速度越快越好 記憶體的話 其實我本書寫8G是有點保守啦 現在大概16G是基本盤 如果可以的話裝364G都可以齁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你今天架Linus這不是普通的電腦 這是要拿來當運算主機的伺服器的 所以像我這一間教室 我是不是給每個人都32G嗎 對不對 那我辦公室用的我都是裝到64G了 至少64G你在跑運算 才不會有記憶體不夠的問題 那顯卡的話 假設你要跑AI啊 這個老實說還是沒什麼好選的 如果你有AI的需求 你還是用NVIDIA的 啊我相信各位裝顯卡 不是只是為了玩AI喔 是要玩3D的電動玩具喔 大概也是大部分人都買那個NVIDIA 那麼硬碟的部分的話 我這裡寫500GB以上 我有沒有寫說多多益散 你看到我這裡寫多多益散喔 就是說容量越大越好 但是我沒有跟你說要機械碟還是SSD 我現在是盡量容量越大越好啦 啊如果說你有錢 像我們另外一個班 有人是真的是 真土豪哥 他拿他拿SSD過來 SSD的價格是我們機械碟的兩倍 真土豪哥 他是那一般灌硬碟速度最快的 這個我們現在就是買兩T的機械碟啦 那至於POW的話 基本上就是主瓦喔 主瓦的電源供應器就好了 其他沒有沒有其他 什麼印表機掃描器 這個我們這本書都沒有講 我們現在只是單純講單機而已喔 所以這個大家看一下 那網路的部分 這個就必須要說明了喔 我們這間教室用的是靜態IP 那麼IP的設定在前面的白板那邊 我等一下會有一個表格叫你寫 我們會有一個表格啦 你如果在家裡用那個IP分享器 有的時候是DHCP 什麼叫DHCP你知道嗎 就是你那個筆電有沒有 插上網路線之後 他就會自動取得IP的 那種叫DHCP 那像這間電腦教室的話 是一開始先去申請IP 之後他也可以播給你 其他兩種網路配置 我就比較不建議喔 第一種是ADSL啦 ADSL就是說你要有播接的流程 這個很麻煩 你與其去搞這個東西 還不如去買IP分享器喔 這樣子 簡單方便 大家都輕鬆 另外一種是用Wi-Fi喔 Wi-Fi也很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Wi-Fi要安裝之前 你那個無線網卡要先驅動成功 啊無線網卡要驅動成功 又牽扯到任體的問題 所以這個非常麻煩 這兩個我都不推薦 從ADSL或是從Wi-Fi我都不推薦 我就推薦用靜態IP 去做安裝的環境 那麼軟體的話 基本上就是安裝光碟嘛 我是不是給你燒一個ISO檔給你了 你們等有自己的 機器可以開機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做這個指令 幫別人做開機碟 現在還不行 因為你還沒有Linus的環境 啊至於Windows要怎麼做開機隨身碟 那個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看網路上面的資料啊 本課程是叫Linus 不是叫Windows啊 那個我也不會啊 好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剛剛講的喔 我們現在用的BIOS 都是一律用UEFI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叫你開機畫面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UEFI 如果你這裡沒有寫UEFI的話 代表說你的主機BIOS是用Legacy BIOS 就傳統BIOS啊 跟你說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沒差啦 沒有差別啦 但是因為現在的主流都是朝向UEFI在跑了 所以我們以後上課就是用UEFI的BIOS為主 我們不會再回去用傳統的BIOS了 所以請你喔 請你確認一下你開機的時候有UEFI 也就是說在開機畫面那裡有看到UEFI 這樣了解嗎 那接下來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這一門課是教各位積木式的安裝架構 後面這裡有附一張圖喔 什麼叫積木式的安裝架構呢 你的硬體你的軟體全部都是一塊一塊的 舉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在教室裡面 每個人是不是都給你一台Zion的主機 這個就硬體這一塊嘛 你現在在這個Zion的主機上面是不是放一顆隨身硬碟 裡面要灌OS 這個就LinasOS這一塊 我們今天就會把這一塊積木放上去 那麼之後上課的時候會叫你裝XORGXFORMS 這個是XWINDOW啦 然後上面還會再有一個XWINDOW MANAGER 在資上還會有AP AP就應用程式 就不同的應用程式啦 什麼什麼火狐狸啦 什麼Chrome啦 那些東西喔 聽音樂的看電影的都會教你 這些構成我們的系統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我在教你要教你一塊一塊裝 為什麼不全部一起裝 因為你們 你們如果今天不是電子系的學生 假設是通識的學生 別的學院的 比如說管理學院的 或是其他學院的有沒有 我就不叫他這樣一塊一塊裝 可是你們是電子系的 人家知道哪一塊積木有哪一個功能 知道嗎 假設是別的學院的啦 他來修我這門課 我就叫他全部裝完一坨 桌面環境都設好了 因為他們是要學要用 不是學怎麼設 可是你們不一樣 你們是電子系的學生 我在對你們的訓練是會做比較低階的部分 很多細節的設定我都會教你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不同 我會教你一塊一塊裝上去